好 我們看一下這個珊瑚礁 那珊瑚礁它是由這個刺絲保存物 就是這個珊瑚種所構成的 然後它會堆積堆積這個石灰質 或我們講噴聲蓋的這個外骨骼 那其實珊瑚 我們可以簡單地分成 珊瑚跟石珊瑚 那幫忙做出珊瑚礁的珊瑚 我們可以叫造礁珊瑚 我幫大家聽過這個詞可以寫一下 它叫造礁珊瑚 或者我們就叫石珊瑚 那這個石珊瑚的話 其實你想想看 它會慢慢地長大 而且其實上面有 無數的珊瑚蟲在上面 它其實是有生物跟它共生的 此驅生產者為與珊瑚共生的藻類 還有附著於珊瑚表面的大型藻類 那那個大型藻類 當然我們肉眼看得見 可是跟珊瑚共生的藻類 肉眼是看不見的 但是你也不能說肉眼看不見 肉眼也算看得見 因為你看不見一隻一隻藻類 但是看得到它長不見的顏色 因為珊瑚蟲它是透明無色的 然後它造出來的珊瑚蟲 它又是石灰質 或我們講看珊瑚蟲 又算是白色的 可是你看珊瑚蟲 它不會是白色的 它會好像很繽紛的 無彩的對不對 所以其實那個顏色 主要是來自跟它共生的藻類